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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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天心台 我为你上过一次 绝不会再上第二次了 尘香燃明灭 灰血散不尽 前尘空断肠 相思 两无意 早知如此 宁愿汉胆之花 从未开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乃上古遗族四叶汉 汉汉中留下的唯一血脉 碰不得 仙君 这朱普普通通的花 当真能置于万物 千真万确 不仅如此 只因他们乃同根而生 两朵花之间互通灵气 比普通的四叶汉汉 灵力更甚 不然 帝尊怎么会设此摇池盛宴 想要这 妖魔明三界之人 一同前来观看哪 季度星君 你与应渊帝君关系向来要好 可知此次宴会 他是否会来 应渊君向来性格冷僻 定是不愿感这番热闹 此刻芭城躲在宫中 饮茶下棋呢 听起来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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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几日 便是我们魔戒邪神万寿诞辰 此等宝物 正好作为仙界 给我们的好贺礼啊 说话 长老 我得元帅 说话 长老 邪神虽然也是上神 只不过才刚刚一万岁 不不不 要过几天才万岁 我们仙界随随便便 拎出一位上仙 年纪就比他大 一个小娃娃 怕是受不了此等好物 别吃了上火 回过头来又来骂我们的不是 是不是啊 对啊 对啊 获得元帅 你身为堂堂先兵总管 说话竟然如此无礼 竟敢折辱我邪神殿下 这朵花本座要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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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朵花本座要定了 对啊 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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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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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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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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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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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敢跟我一同 殊死一战 你乃魔戒长老 却知魔族于不义 魔族若有怨言 邪神定会亲自来与帝尊商讨 还是说今日之举 是守邪神所义 此事乃我一人所为 与邪神殿下无关 要杀要剐 喜听尊便 本君不会杀了你 回去告诉他 创世之战后 六戒地下了和平之约 魔族可以出尔反尔 但仙界言出必见 不使瑶池燃血 亦不使六戒燃血 说得好 参见帝尊 参见帝尊 六戒之中怀有二心的 只是沧海一宿 吾相信 有应渊帝君在 定能保我六戒太平 我们明见 我们明见 敬服先见 绝我二心 立剑断 莲花开 这正应了六戒交好 指歌霸舞的愿见 今日莲花一开 此二人化为人形 实乃祥瑞之招 应渊帝君 此二人乃是你所救 那他二人的名字 此次就由你来取罢 满庭方旨 万娶一收 穗华如兮 神话幽童 姐姐 叫做芷熙 欢颜如恋 悲苦如极 浓尽必枯 淡者吕身 妹妹 言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睡觉 言淡 言淡 快起来 赶快把我们赢的法器藏起来 你姐来抓你了 我姐 纸巾仙子 言淡呢 她不在啊 我姐 不愧是我姐啊 一眼就揭穿了我的法术 我说芷熙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妙法阁长室吗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有何归干啊 为什么没去参加考试 难道你想一直做一个 默默无闻的小仙士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明白 明白 我是娇人族 能够飞升成仙 管理这偌大的藏书阁 已经是容行之至了 你们姐们俩好好聊 北冥仙军让我去找那个 东海水族戏略 不欠证了 姐 虽然你现在已经是妙法阁的副长室了 可若没有我们这些小仙士 进进出出的 你们的工作也不方便嘛 你少贫嘴了 快说 为什么没去参加考试 我实在是对那些仙法 一点兴趣都没有 言淡 你要知道 陆明只能做个小仙士 那是因为他是妖族成仙 但你不一样 你天生仙胎 身负着众仙的厚望 而且你的慧根和灵力 都远高于他人 你就不能争点气吗 你知不知道 那些爱角蛇根的小仙 为了此次考试 特意开下赌局 就赌你能不能通过考试 没关系 我们四爷汉淡一作忧 你就够了嘛 芝希你呢 聪慧勤奋 而且初类拔萃 仙徒光明 你就好好努力 到时候我就可以 胡家胡威 苟诈人士了 少乱用程语 是真的芝希 我已经打算好了 以后我就指着你这个靠山了 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我就可以做一个 废物的小仙士了 芝希仙子 妙法阁长世身边的碧姨找你 说是关于喝点的事 好 我这就去 你呀 既然你对仙界不感兴趣 那你平日里就看一些 修习仙法的书籍 知道了 知道了 找你那肯定是大事 你快去忙吧 我晚点再来找你 不用担心我了 去吧 去吧 吓死我了 你只要知道开设赌绝的是咱俩 会不会扒了我的娇人皮 砍了你的莲花镜啊 嘘 小声点 干嘛 分你的法器 拿着 不是 哪有这么分赃的 这也太少了吧 你还嫌少 这些法器多亏了我厚颜无耻 才换来的好吧 行吧 那个 你想变开街星星大典 接星星大典是什么 就是芷熙他们妙法阁 负责那个仙接近身鹤典 你生的不小 没有经历过 这个大典啊 每五百年一次 凡有仙接者 皆会齐聚天之角 接受四位帝君 补失仙力的赐福 传闻此一世场面 那是相当的奇美梦幻 所以 低等仙世 就称它为 接星星大典 这个听上去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那你是不是已经想到办法 能带我混进去了 混进去啊 不可能 天之角守卫森严 像我们这些低界仙士 根本进不去 必须另辟袭击 恭喜芷夕姐姐容生副长室 如今九重天 仙灵最清的仙官 就是姐姐你了 是啊 当今妙法阁的总长室 迎登仙子 据说也是到了八百年仙灵 才坐到副长室的位子呢 大家莫要这样说 能有此际遇 不过是我运气好罢了 长室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你去那儿植生 你去那儿植生 长室 那过于偏僻 怕是看不见帝君赐福了 天之角 唯有晋升仙阶之人 才可入的 要不是妙法阁负责掌灯 你区区一个小仙 怎可入的 帝君的风姿 也不是你配瞻仰的 小仙知错了 我知就去 我知不知道 你 这焦珠镜不是你家的宝贝吗 怎么半天半个影都没有啊 你的修为 不会低到这种程度吧 这还是我从父亲那里偷来的 也是第一次用 不要着急 快到旱时了 再过一刻 怕是接星星大典就结束了 罢了罢了 我跟你一起试试吧 好 来 有了 幼月君的背影 不算毫无收获 是呀是呀 影渊君那背影都这么潇洒 要是能去他的宫中侍奉就好了 这九重天上 有整整三十六座宫寓 而影渊君的眼虚天宫 难尽程度 甚至超过了帝尊的玉亲宫 排名第一 那这么看来 分配仙师的掌势不得乐坏了 这得有多少仙额给他送礼啊 错 延续天宫的一切人缘调动 皆要影渊君的手感 不是谁向进都可以的 这个小人帝君果然事儿多 仗着自己仙礼超群 就如此霸虎 如今世间仅存六位上神 帝尊四大帝君 外将魔族的邪神 影渊君一人可得百万雄兵 千百年来都是因为他在 魔戒才不敢妄动 五百年前要不是他 你和芷熙早就命丧魔族之手了 影渊君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为何如此没良心 还说他是小人 就是 我 反正 反正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影渊君身居简出 除了关系与他要好的几位仙君 外人甚少能瞻仰到他的尊容 艳丹 他到底长什么样啊 艾池是我们的家 如今这是要去何处 姐姐 我们换人了 不能再待在池子里 日后要去哪儿 怕是要问他了 四叶汉旦伶俐不凡 若出双生 必定一强一弱 你身体弱 所以才会被魔族的剑气所伤 速去天衣馆稳固心灵 不可耽误时间 仙家 一直想救魔力修行 未来如何 全凭个人努力 你不必沮丧 姐姐才不弱呢 维花师都是姐姐为我遮风挡雨 你怎可随意评判他人 快向他道歉 你这小人 我那个时候刚刚化为人行 就见了那么一次 死后再也没有见过了 哪里还记得 再说了 现在天归 明令尽止 神仙们不能动情念 我看你啊 趁早放弃吧 他再好也于事无补的 刘萧 听�萧 妹妹好吃懒做 姐姐假宫祭司 你们还真是 九重天上的一段佳话呀 延旦在北明仙君的玄心衙当差 一向认真 从未犯错 虽然她先法低位 但她痴心纯正 率性真实 并非长氏口中这般 长氏平日里怎样说我 我都不在意 但你没资格评价我妹妹 不要以为你当了副长氏 就能如此和我说话 要不是思玄出了事 就凭你自己 再过五百年 也坐不上这个位子 思玄总长氏 一向待下宽和 对你也十分照顾 而你竟然告她触犯情界 如今你坐上了她的位子 午夜梦回 可能安心 她德不配位 触犯天条 我取而代之 本就理所应当 你再不分 也得忍着 妙法阁如今我是掌事 你不过就是一个 没有仙阶的副手 而我 前身便是 帝尊案前的灯心 升仙阶时 这仙殿 更是应渊帝君 为我亲手锁点 这就是你和我 最大的差别 帝君的仙力 哪怕微小如陈线 你也不配拿 把里面的东西倒了 帝君 帝君 这些仙尘落在地上 着实可惜了 仙子们职守一夜 也甚是辛苦 拾取一些作为纪念 也无伤大押 帝君 天条有言 在其位谋其职 仙子本该安守本分 克敬职守 应当身为掌事 只得以律关灵 并非是刻意为难 天条并未显明 直使仙子不可拾取仙臣 掌事无需太过较调 是 谨遵帝君教诲 谨遵帝君教诲 为何佳话与佳话的区别 如此悬殊 一个是掌管天庭至宝的 天之娇女 一个却是给北宁仙君 喂鱼的低等丫鬟 芝希 这什么 好漂亮 大典结束后 我看到空中 有些没有被接到的 散落星辰 便收集了一瓶 偷偷给你 带过来了 芝希 你对我可真是太好了 你是我妹妹 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呀 你累了吧 快坐起来 歇息歇息 你们今天怎么样 我看见了四位帝君 然后呢 我好想成为 和他们一样厉害的神仙 希望我圣仙皆是 额间的仙殿 能由应渊节来叠 芝希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你可是四爷汉淡 你出生的时候 帝尊就说是祥瑞之招 你知道吗 你现在是 众仙子的榜样 你的出生到现在 还被大家 津津乐道呢 你呢 你有什么志向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啊 喜欢看书写戏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能够成为 六界第一画本大家 我希望我的戏 不光可以在仙界 跟凡界顺利演出 我希望所有人 都能喜欢 一定会的 眼淡儿 你知道的 所有的神仙 在生仙街前 都要下凡力难 是要经历人生八苦的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 离开过九重天 心里是有点害怕的 芝希 别怕 有我呢 芝希 要永远保护炎丹 芝希不怕 因为芝希 要永远保护炎丹 嗯 我们玄西芽的尖规 每日必会被人 偷偷翻过面来 却从来没有人 抓到过始作俑者 莫非是他 嗯 你这个小人 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他 大胆 你是哪个工的小仙 竟敢翻我们学姓牙的仙规 怎么 有胆量翻规 没有胆量抱着你的姓名 还有仙号吗 想逃是不是 这个人的面容跟背影都好生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 可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仙君 仙君 我抓到那个犯规的小人了 哪大人呢 最后让他给跑了 但是我差点就抓住他的衣袖了 你要是仙法再高深一些 不就能够揭穿他的丑恶嘴脸了吗 我知道您是在讽刺我的灵力低微呗 但您想想啊 如果我灵力高超的话 那我都去妙法阁了 谁还留在这玄心牙给您喂鱼啊 你要是能够抓到他 我便将珍藏的 临江四孟戏谱孤本借给你 如何啊 仙君 您此划当真 您吃橘子 不要乱动 我在破解棋局呢 您这是什么棋局啊 看您一副好像很难解开的样子 还不是那个应渊君 搞了一个六贯局 弄得我百思不得其解 仙君 如果我能帮您把这个局给解开 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你能破解 我可以试试啊 此局虽名为六贯局 实则是一桶大三贯中 另藏的三节循环 尖冲无用 用飞风徐徐致之 便可破解 您可以试一下 飞风徐徐致之 好 妙 你这个小丫头 别的事情 你是什么都做不来 没想到 下棋你倒是蛮有灵性的 有您这么夸人的吗 那您刚刚答应我的事情 可还算数啊 只要你每天 都能来帮我破解应渊的棋局 其他的事情 怎么都好说 这当然没问题了 我其实就是想 每天能够早点来 然后提早点离开 您看行吗 没问题 其他的仙兽啊 你就不用喂了 你只要把崖里的这些水族喂饱了 你就算交差了 好吧 仙君 您果然是个大好人 我给您出身喂吧 好好 您真是个好人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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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神仙啊 这般无师自通 聪颖非凡的小仙 卓是百年一遇 只可惜此人心性太过浮躁 若能加以磨练 日后必成大器 你怎么突然变得 这么有伤气心了 我自知 我没有天之娇女的命 但是 有天之娇女做靠山 照样是先生赢家 你要找谁当靠山啊 我姐芷熙啊 她马上进行考核了 以她的势力 肯定能够顺利通过 不过通过之后 她便要下凡去历难 我听闻 摇迟盛宴最佳表演者 可以得到帝尊的施恩 我呢 打算写一出拔得头筹的大戏 到时候 我就请求帝尊 让我代替芷熙下凡历难 你是不是傻 这下凡历难 那是十分艰难的修行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神仙 那是有去无回 我当然知道 要是那么容易的话 我还费这么大劲干嘛 差不多行了 快把这吃了 再过两个时辰 你就要去全心下干活了 对了 明日 你陪我一起去抓 凌江思梦 我可真是太聪明了 一会儿呢 我们就躲进玄心牙 等那个犯规军一来 只要他敢犯规 必定会牵动我这条线的 到时候 我们两个二对一 我就不信打不过他 你确定 这样能行啊 当然了 我们只需要守住带兔就行了 走吧 哼 快快 快点 快点 小心 不是已经缠了线吗 他来了 怎么我们毫无察觉 对啊 怎么可能 你这个犯规小人 我抓不到你的话 我就不叫 严恩杀 走开 世云 严旦 藩规军抓到了吗 我下次一定能抓住 这什么 北明仙君什么时候养了 一青一白两条小水蛇啊 他们呀 才不是什么水蛇呢 而是龙 银白色那条啊 是东海龙尊家的太子 敖轩 青色的 是南海青龙族的公主 昭兰 龙族啊 觉得我们九同天 仙气盛 所以就把他们子女 送来养了 你不说 还真看不出来是龙 小家伙 什么东西啊 养我 你怎么把他扔出去了 他不是龙吗 对面是莲池 应该不会死吧 这条鱼 不会被小白龙砸死了吧 小白龙砸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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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鱼不会被小白龙砸死了吗 你真棒 你真棒 诗鱼 你看啊 我怎么觉得这条小黑鱼 它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啊 怎么可能 它不过是一条鱼而已 怎么可能有人的表情 也是啊 我 刚才是我不对了 还好我的真身是药 如果刚才真的把你砸晕了 我可太对不起你了 你 你还瞪我是不是 你这条小黑鱼 你真是鱼黑心也黑啊 刚刚明明是我救你的好不好 等你幻化成人以后 我就好好教你怎么做人 你 你平日里不是不喜欢修习仙法吗 怎么突然转性了 我近期为了抓到那个可恶的犯规君 总得学一些仙法招式喽 那我就拿那本仙经注集给你吧 里面都是些入门级别的仙法 非常适合你们修习 不过你要耐住性子一点点多 谢谢姐姐 怎么了 这混元玉带可是敌君的爱物 这可怎么办呀 啊 gitu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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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为我舍一望 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 情字落万象 寂寞的堂堂住思念的伤 一望岁月亮 细经线成人游 你一心扬 轮转中 为慈眠疯肠 一时泛环人间一场落花风 平天一枝落花中 看破红尘的眼红 你是摇摇天下一蓬秋月容 只敢潇洒不敢弄 梦中梦中有两人余光 与君别后阴上我下转已久 山海无路万行中 与别欢羞 几时都不够 千坑微笑烟火 岸上有白首 一朝天涯熬红豆 直到人间 尽修好 事后 恨恨在开人 自首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